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 它的论文题目是 从学习权论 台湾原著名族语言权之保障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妙音 大家好 我想先讲一下 就是在申请这个讲助金的时候 其实我有特别看了一下 它的那个讲助金的名称 就是它是和谐 不是用融合 因为我对融合这两个字 非常的反感 因为我觉得它融合的意思 就是把它融在一起 变成是一样的 所以它基本上没有读取 不一样的那种概念 也没有尊重和平等的概念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基金 然后呢我自己本身的母语是台语 那为什么我的论文会写原著名族的语言权 主要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念书的人 然后我那时候在准备研究所考试的时候 我到一个花莲布农族的鲁峰部落在那边待了超过一个月 然后在部落里面我知道非常多的感动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的论文我一定要以原著名族为出发的议题来做研究 因为我想要认识了解更多这样 然后也希望说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上做一些努力 那可是其实我非常害怕就是我会以就是汉人的观点来做出发写原著名族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蠢的事情 然后我也不希望自己做出这么白痴的事情 然后刚好有一方面后来在那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工作的时候 遇到那个穆拉克专案 然后有负责穆拉克专案 然后有遇到很多原著名族的朋友 然后所以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 我有一直修正然后也一直在修改自己的观念 才发觉真的自己在这个汉人的教育体制里面 其实受了非常大跟恐怖的洗脑 但是自己都不知道都以为那个是律所党案的事情 然后虽然我很挣扎 但是因为我想说我写的是语言权 所以我应该要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来讲一下我的感想 然后最后再用这个事件麻烦一下 我第一个想要感谢的是作冠合下的基金 所有委员和感作人员 让我的困定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内 再来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阿公 帝尼玉博书 他今天没来因为他已经九十二岁 我没想要让他走来走去 主要我也是 我今天晚上算说要说台语爱人 我比的我很坚定的 他是一个历史的教书 也是一个台语 教台语的生心 他非常看到有母乎的教育 我的印象很亲密是在我的小孩的时候 我跟他说国语的时候 他都没在吵我 我一直叫他说国语 所以他就变成我自己可以用台语跟他说 我也因为这样就是台语 自己感觉说得不错 他在我大学我都知道阿公 原来他其实会讲台语 他其实会讲国语 所以他正常都是调语 就是国语讲外国语 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教我的台语 所以在这篇论文完成了 我也有请他帮我做台语的考识 有经过他的通过的日语 然后我才把这篇论文告出去 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 周志宏老师 和我的台语专家 跟身边所有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在这篇论文时 那种情绪心情非常无缘 也就是一直在拖时间 所以我才有他们一直在心 所以我才有法度 我用六年的时间 跟大概这篇论文下出来开单完成 然后我用国语讲一下 刚刚我讲就是我非常 我第一个当然是感谢 这篇论文学基金 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委员 就是这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跟肯定 然后我要感谢我的阿公 他是一个正儿渔牧师 那他是一个历史教授 也是一个台语的老师 那他非常注重母语 所以他从小他就不跟我讲国语 北京语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学到 我的文语台语这样 然后最后呢 我想引用就是那个 昨天晚上过世的那个 一大的宗教练 学生女教练 他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他拿到他人生的第七百神 然后也是一大拿到上半年的 那个总冠军 那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就是要执着努力 去打好每场球赛 那我知道我自己 并没有这个原住民的身份 但是我很希望能够 在这个领域有一些努力 然后我不想说帮助 但是我只想就是尽我所有的 可能去做好自己的角色 然后在原住民主 人权力的这条路上继续 谢谢大家 非常感动 也非常谢谢妙姨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在这个语言的部分 刚才我要提一下 我在七月的时候 去新加坡马来西亚 十天做自主旅行 我每天耳朵里面 至少出现十种以上语言 那那种感觉给我非常的震撼 我才知道说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谈的多元文化 所以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需要去做的好 然后然后接下来我来欢迎 等一下我想一下 方喜恩 四星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咱咱们 咱们 咱们 這個組織跟菲律賓的組織工作者給我很大很大的使命 人家說這是一個置業嗎 我現在才32歲我要繼續走嗎 然後讓我們跟部落的人跟部落的以前看不起的 就是部落還是有一群被看不起的人組織成一個協會 我們到現在已經有八年的歷史 然後這樣子的過程當中就像陳如夏老師講的 就是不是做就對了那件事情 而是我們在這個經驗當中跟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一起去思索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還有部落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它原本是什麼樣子 然後宜蘭縣大同鄉韓西部落的過去 它不是在倫利文的白漾就是這條流域 就是羅東溪這條 我們的舊部落是在南澳 所以我們叫格雷山 倫利文格雷山 然後從這個過程當中去看到歷史走的過程 然後從這個過程當中去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會長成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沒有錢 為什麼我們的男性都要去做勞工 因為女性要去做廚師已經比較少了 去做一樣臨時工的工作或者是家務工的工作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還是那個比例還是依然的高 沒有變變短 這是回到部落的一個問題 那可是今天有讓我 我剛剛跟吳龍分享 我說今天有兩件事情讓我心臟病 第一件事情是我到社區一家去參加提案 就是為協會去提案的計畫 因為一樣也有很多各個社區的人 讓我很緊張 那我到底要怎麼去分享 那是第一件事 讓我很緊張 第二件事 這個公益信託住均和諧基金這個獎 讓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覺得 沒有那麼大的能耐可以拿到這樣子的獎 而且又是優等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過程不是我自己創造的 或者是這樣子的經驗累積的 它是一群很多人一起 一起push的這樣子 那我只是代表來領這個獎 那我現在要演一齣戲給大家看 我們要演一齣戲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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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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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第三句如果我们没有家 没有这个家园 没有这个部落 我们怎么办 第四句如果我们没有土地 没有这个养育我们的土地来 养育我们的话 我们怎么办 就是食物的来源怎么办 那这一出戏 其实也跟部落的年轻人一起拍这样的戏 那部落的年轻人也从这个戏当中 去看到了自己 去反思了说 现在的很多人都是用手机 手机去了解这个世界 我说那个很快 很像麦当劳 很像得来就是 对 素食 之类的 可是 我们如果没有安静去看到 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的话 那手机上面的东西 它还是手机上面的东西 因为很多的社会议题 或者是不单是原住民的议题 它都在手机上面流传着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 把它反射到我们自己的本身的问题 我觉得那个 在家里去行动去检验自己的话 我觉得那个都是空的 那 为什么要谢谢小娟老师 就是其实 菲律宾其实不是从夏小娟老师那边听来的 是从我在读东华大学那时候 是萨基努透过一个同学 告诉我说那边的部落 那边的组织是怎么样 然后对于原住民移动是怎么样 我一直听到就是 嗯好 没有很大的 能量过去 那边看那个是什么 是 但是 当然不是老师 要求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他是透过菲律宾的DKEK来到台湾 来展演了 刚刚 不是刚刚 刚刚我那样子的戏 其实是很不成熟的 就是透过他们的 行动主义的那个戏剧 因为他们透过戏剧 透过歌舞 透过这样子的场域去看到那个 抵抗政府 或抵抗财团 或抵抗不公不义的事情 的那样子的东西 诶 我发现我们原住民 为什么没有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来去把我们的生命的 或者是过去历史的经验 来告诉我们 好 刚刚陈如老师讲的 就是 一张一票不见得都是公平的 原住民他还不到2% 那如果我们用不同形式的方式 来传达我们的意思 来传达我们的不公不义 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民 更不一样的族群 来敬而认识我们 我觉得那才是 可以写吗 我会不知道 对 然后 最后 最后 还是一样 送大家最后一首歌 这是 对 我觉得歌 对于我们答案来讲 我们不是一个 回到语言学的同学 才是说 书写可能 对于我们原住民来讲 真的很多的困难 尤其是老人家 他们已经背负了很多文化的符号在身上 有英文 日语 国语 甚至现在的文化拼音 他们都要讲过 要去了解这个东西 可是他们以前都是在实践当中 在生活当中去传达他们的生命经验 所以我就去找一个 那个雅记 我唱唱 鼓鼓 找那个雅记去问说 我们答案 我们这个部落有没有一首歌 他说有 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我唱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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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然的啦 我想说坐在地上 我们就围圈圈 就这样子 为什么一定要做 做这样子 我觉得很 开会有时候颁奖 我们可以就是很草地嘛 就是很 对啊 要和谐嘛 干嘛 一定要很 对 那这首歌的意思是说 孩子啊 泰雅的孩子 那我这边翻 孩子啊 台湾的孩子 世界的孩子 你要顺着河流走 然后要找到一块 北美又可耕种的地方 好好生活在那边 然后传承你的下一代 继续传承 这个族群的下一代 所以那个老人家 就是跟我们讲 可是我这样反省自己说 孩子啊 我们现在地在哪里 孩子啊 我们的土地在哪里 孩子孩子 台湾长怎么怎么样啊 那孩子孩子 政府怎么对我们啊 或者是财团 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人 长成怎么样啊 那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老人家 给我们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那个 他们说不要离开土地 你一离开土地 你的东西 就完全没有 那今天早上 我要再分享一件事 今天早上 一个淡水的爱乡邪经委 他们今年才成立 他们就是因为土地被遵守 可是那个老人家 他就讲 抗争可能没有办法了 因为可能要被遵守 的确已经进行到 不知道几期了 所以他就跟组织的人开会说 我们是不是要留一些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他们说他们要出事 后来我上去的时候 我就先跟那位长辈致敬 我说你的 你的 这样子的行动 或这样子的使命 我觉得非常的棒 可是我更相信的是 菲律宾主治工作者跟我讲的是说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做 任何形式的 斗争 或任何形式的抗争 我觉得就 不会让下一代更清楚 我们要的事情 我会心目过来 谢谢 刚刚他讲到土地 我又很想 我又很想讲话 对不对 讲一下下 那个 我从 我在台北出生 一辈子都在台北 所以呢 我小时候的地方 都已经不见了 知道台北变化很大嘛 所以呢 我从来不认为 搬家 有什么 有什么难 我一直都这样想 就有一次到一个同学 一个朋友家 住在他们家 他在高雄的乡下 我早上 出门清晨的时候 打开那个大门 走到外面的田里面去的时候 我恍然大悟 为什么 有人会爱家乡 可是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这种经验嘛 而且我的小时候的经验都已经不见了 所以 我们大家要努力 让那一群跟我有一样的状况的人 他能够了解 为什么我们人要爱土地 土地才是归属 好 讲了我刚刚也讲空了 哈哈 这不盖我场子 好 来 那个我们现在欢迎的是 米库 江文 东华大学 民族发展与社会工作研究所 他的研究主题 台湾都市原住民族 民族边缘化下的抵抗研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江文 然后我是阿美族 我的族名叫做米固阿信 那首先我要非常感谢 公益信托族群和协基金 跟各个评审委员对我的肯定 那我本身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三代 所以我先讲一下 我的大学跟研究所都是读 东大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 所以原住民院的所有的老师 对我的人生价值有很深的影响 我一直很想要做都市原住民的领域的研究 原本是从想要做 基隆八尺门海滨国宅的文化空间的研究 但是偶然的机缘 让我看见三英部落的原住民的阿美族 对于面对压迫反抗的那种力量 还有超越族群别的动员力 这个景象是我成长过程 族人面对压迫的那种 概括承受的反应 态度跟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图像 也许我的心里就是在追寻一个 像三英部落这样有跨越族群别动员力的力量 所以他吸引我走进三英部落 去了解族人为什么要抗争 还有他们怎么抗争 那我觉得在我的硕士生涯里面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学习过程 就是我投入三英部落的田野调查 我在那一段岁月之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除了从关系的建立到人际的互动 到思考自己身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参与者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跟责任是什么 以至于如何不在田野调查之中淋湿了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那一段学习的那一段历程 对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我也把它当作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 一个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一个起点 那我的研究领域 我的这一边研究主要 我投入这个三英部落的一个研究 我主要关注两个重点 也是我论文的重心跟贡献 第一个部分就是都市原住民的生存权 居住权跟发展权 提出了族群文化面的视角 来批判政府的长期以来的本位主义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 针对社会运动的主体性 不同团体跟族群间的连结动员提出了一个反思 我认为我的清德是 社会运动中的主体性 其实是在参与组织动员里面的所有的参与者 都需要反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维护社会运动主体性 就是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基本的人 那在这里我也想要分享一下 我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心得 三英部落其实是有除了是族人之外 还有外部的社会运动团体进驻一起去抗争生源 甚至让部落更有组织化的一个成果 但是对于主体性带来的局限 主体性的维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认为虽然都是社会运动 但社会运动分很多种 工人运动、农人运动、原住民运动 我去思考为什么族群运动跟其他社会运动的性质 还是存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而是那些不一样更是我们应该要去重视了 如果一个社会运动人士缺乏了一些文化素养 或者是对这个族群缺乏了一些 这个族群的发展缺乏了一些了解 缺乏了一些了解 会不会对部落造成伤害 我非常肯定外部的社会运动人士 对部落带来的成长跟正面的力量 就像是让族人更有抵抗的权力意识是什么 带给大量的资讯 让族人知道现在都是抗争运动在抗争什么 这对族群来说是非常重要 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就于动员的长远的角度来看 究竟是社会运动人士 是带进了一个组织化的运作方式到部落 还是应该调整一下角色 让部落长成自己的组织动员力 因为我们阿美族有头目副头目 有整个社会照顾的体系 这都是每一个关节都是环环相合 而且都是相连结的 那如果外部的社会人士去忽略到 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跟组织性 而带领一个新的组织性到部落的时候 对部落的长远发展 是不是会有造成影响 都市人住民在都市的发展 是很不容易的 甚至是生活形态 因为文化的改变 甚至是封年纪带到的都市部落 甚至是部落也要想要 成立自己的青年会馆 来扶植在都市长大的孩子 那这些可能是更细致的东西 可是也许在动员过程 身为社会运动人士 可能更应该要去注意的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我可能讲了 再严肃一些就是族群的 从族群的多元发展 跟族群平等关系 来看待我这篇论文的研究 我觉得我得到两个启发跟启示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部分就是 三一部落族人 对他们的反汉框架中的部落框架 就显示了 原住民的权力发展跟文化 是有很密切相关的关系 而且要落实族群发展 一定还是要回归族群文化当做立即 才有办法去照顾到族人的利益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族人的族群框架 显示了政府长期以来 以本位主义的方式 在处理原住民的所有政策事务 族人的生命的压迫经验 真的让族人都有赤粉公民的感受 那又要开创一个平等的族群关系 除了要增进族群间的了解跟尊重之外 政府需要转变态度 让原住民有自己参与自己族群未来方向的参与权 那最后我想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族人 感谢他们让我为都市原住民的抗争历程留下记录 我还要感谢我的指导教授施政工老师 很谢谢他对我的论文指导跟启发 最后我真的非常感谢公益信托主群和协计计 还有各评论委员对我的肯定 谢谢大家 来接下来我们欢迎这压轴的压轴一定是好戏 来我们欢迎YouNow 对吗 宋盛军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为什么我们需要钱 喂 其实我不应该当压轴的 因为我讲话就是很闷 然后就是一个 讲话就是1234 然后下一个就是1234 这样 最后一个压轴应该有些人来当我们 哈哈哈哈 然后但是还是回归正传 当然还是要说一些感谢的事 感谢公益信托主群和协基金 给我们就是这些努力 不管有没有在部落工作 为了族群和协工作的这些年轻人 然后有这样子也肯定 就真的很感谢 感谢各位评委的青睐 然后也谢谢今天在场的工作人员的辛劳 这样子 就因为从四五月就开始联络了 对了 所以真的很辛苦你们这样子 因为东西都很晚交 然后其实回归到就是这个论文讲 就是在谈族群和协的东西 其实我跟徐老师有一样的感想 就是到底族群和协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台湾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真的做出来了吗 那那个和协要的那个真正的意涵 是什么 是 因为现在台湾正在谈说 台湾所谓的四大还是五大族群吗 然后现在那这五大族群之间所谓和协的含义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来看很多经验 其实反映的是这些族群之间 或者是族群内部都有一些不平等的存在 对 然后这些不平等的存在呢 就是会让族群之间会有一些比较伤免 或者是在利益上面的一些冲突 然后才会有所谓不和谐的这个现象 对那到底那这些不平等的内容 遇到的这些现象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硕士论文里面在谈的东西 主要是针对原住民 但其实我要谈的不只是原住民的部分 我的企图是不只是想要谈原住民的部分 对啊 只是有碍于硕士论文的篇幅 有一些限制的 好 那就待会我会再继续系来讲 然后当然写这篇论文的内容 然后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感谢部落的照顾 我跟喜恩他的论文是写韩西部落 我的论文也是在写韩西部落 然后这两边论文 他刚刚其实并没有多讲 他论文里面的东西这样子 但是这两边论文其实都是我们 我们部落的人 然后还有我这个 我不是韩西的人 我是桃源复兴这样子 但是我在韩西部落就是待了八年吧 快九年了 就是协助那个部落做一些工作这样子 然后就是整理出来 把我们跟部落的人经验整理出来的一篇 就两篇论文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其实非常谢谢部落 对一个外来年轻人 初出毛驴 然后不带懂事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讲话 因为怕讲话的时候会得到部落的人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都在部落里面是不讲话的那个人 对 但是他们就常常把我当哑巴这样的 然后后来熟了之后就开始 诶有些事情就是会慢慢的比较敢跟部落的人讨论这样 然后也感谢他们容忍我的一些健忘啊 部落的人健忘身 我的健忘身 然后还有一些做事的鲁莽这样 对啊 但是成立了协会之后 我们一起到现在也是八年 然后这些过程的记录都在写的那篇论文里面 对 然后但是为什么要做部落的工作 就要回到 他刚刚讲 就是 一样就是 其实 嗯 有一些渊源 然后这些渊源其实很特别 然后在这边讲到这些渊源的时候 我要先跟徐老师说一声抱歉 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读台大读自习 然后修理一堂台湾社会的通事课 然后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我的那个脑子还没开通吧 所以你的课一个学期我大概只去三期 因为就那个时候就是很年轻的 然后很爱玩这样子 然后但是从 那大概是大二的时候吧 到了大三 然后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真正进入到部落之后才体现到说 自己的能力 不是只有在这边而已 可以做更多很有益力的事 这样子 然后所以 后来就 呃 奴隶的 奴隶的读 读书 课我都会去上楼 那后来分数比较高的 呵呵 然后就是奴隶读书 然后 后来考到四星设法所 然后进了设法所之后 就要 后面就很感谢 呃 小圈老师 就跟企业一样的经历 我们去了菲律宾之后 看到菲律宾那边的 不只是原住民 他们其实谈运动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在原住民或者是在族群里面 而是 而是在整个菲律宾广大 老虎大众的 整个对菲律宾社会的一个分析 包含原住民 劳工农民这几个不同部门的议题 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盟 这样子 对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所谓族群和谐 对我来说 如果要在台湾实现的话 是一个最大的愿景 对 那但是要做这些事情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除了 除了在运动上面 你必须要有 像 我们现在在韓星努力的 或者是像三英刚刚 江云提的 就是 讀水源住民运动 然后跟反破迁 或者是反 居住争议 土地争议的 一些运动的团体 去做一个 私之上的连接 这样子 就是跨界的去串联 然后但是 你必须 就你在串联的同时 你必须是要把 那个族群 或是那个社群的议题 是跟整体 台湾的整体的 现实的状况 是透连在一起的 比方说 怎么 现在就 我想那个比方 有点 暂时举不出例子 但是其实就是 就是 就 其实就会看到说 自己在台湾原住民 社区工作 或者是在整个 运动的经验上面 就发现说 我们其实都太过强调 所谓的地方 跟社群的重要 就是 在原住民部落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 所谓部落主义的体现 但是这个东西 你太过强调的时候 你就 什么东西都是以 哎 那我们部落 是被 谁谁谁押迫 比方说原住民 他都是海人的错 然后 或是台湾 他都是中国大陆的错 或是是谁谁谁的错 这样子 对那 就很简单的是 这种二元对立 二分法去解释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说 这个部落是受到 这个部落的某一群人 比方说是妇女 是来 受到的是来自哪一些 哪一些地区 哪一些结构性的压迫 这样 你并没有把它的分析清楚 而是直接指涉了某一个族群 那这个其实是 含糊的去让这个族群造成一些 撕裂的关系 对 然后所以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我写的那篇论文的目的 因为它让 就是简单的圆 和二元对立 让所谓汉人 也有一些被押迫的 也有很多被押迫的人 比方说大埔的农民 然后或者是很多的劳工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在 新型的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到现在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对 然后但是在这个 这样的处境状况之下 原住民跟一般的劳工 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跟 其实这两个都是可以扣起来的 但是我们习惯把自己画地直线 只是谈原住民自己内部的问题 而不去谈 我们跟一般劳工 我们跟一般农民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对 所以我的 这个题目为什么会 选 我们为什么没有钱 因为从整体的状况来看 我们必须分析清楚 部落在经济面向上面 遇到的问题 因为 因为 当你在社 因为我觉得 其实 在谈台湾做社区工作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都会把 社区工作当做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 就会让社区变得更好 但那个好是什么样子的好 我常常听很多社工 或是在社区工作的很多的朋友 就说 因为我们看到部落 有老人缺乏照顾的问题 或是小朋友缺乏照顾的问题 或者是说 对 大概是这一类 然后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些补救 这是所谓的社会福利的方案 但是这样子的方案 是资源投进去之后 完全不见有任何的 只知道他被照顾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反而是他不去解决 造成部落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或者是说给予的太少 等等 这样子的问题的 源头的答案去做一个找寻 而是不断就是把 资源投在去解决 那个破 已经破掉的一个破完 那你水怎么灌 他就是灌不满 对 然后所以 就是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 那我们就会常常问 我也在做事 社区工作 但是你找不到那个点 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你给 你花了一辈子的心意 在社区工作 但是你完全 你 看不到那个问题 你做的东西 就是在用一个水去补一个 已经破掉的碗 对 然后所以永远灌不满 这样子 然后你永远就在抱怨说 我做得那么累 然后都没有人懂我的辛苦 等等等等 因为你做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在回应 小正人刚刚说的就是 当你在实践的时候 你不知道问你在哪里的时候 你怎么做 你都是 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就是会有鬼打场迷路的感觉 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要分析清楚 我们才可以继续想 对 然后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就 我的 我写的论文跟写的论文 其实是 意图是要集合在一起 就是 我的论文是倾向分析在 就是原住民的整体的结构性 社会上面的分析 这样子 他的论文 比较会是在 那分析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 有哪些的方法 去让这些 遇到这些问题的部落 然后去跟外面的人去做串联 或者是说 内部的人要怎么谈整合 然后怎么去做组织 所以这是我觉得 嗯 大概只是一小步吧 因为未来要再达到 跟其他的不同的部门 或是族群的连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这大概就是 呃 这几年 大概在部落做八年的一些性格 因为对研究来说 做这个研究来说 就真的是蛮痛苦的 对 因为其实在 就 大家都经历过那个写作的痛苦 就是 你在部落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但是一直很难静下心 去把这些东西整理成文字 对 然后所以 小军老师在吹论文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然后是在那个 准备口试前的三个礼拜 他说 东西该交出来了 你东西不交出来 有没有毕业我在想到 对齁 好 那就开始整理一下 放蛋糕 把东西全部在三个礼拜 全部用完 这样子 那当然还是披露很多 那 连标连符号 什么 文句不通顺的那种 都还有发生 然后 也很感谢那个 小军老师 很像那个 小学生的 国文老师后 一个连标连符号 都连标做分号 不要说 都一个一个包包标出来 就 对 然后 对 那就是 我的分享 大概就是 真的很谢谢 各位 也谢谢 部落的人 这本论文 能够得奖 还有写任论文 能够得奖 都是要感谢 所有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或者是 不管是部落内部的人 或是外部人 给我们的支持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 再继续再往前 做研究实践 把那文灵找出来 然后继续去实践 好 谢谢 那我们学生要更认真一点 那有没有 不过今天听到这么多的分享 我相信在场的几位老师呢 一定觉得说 这个成语我不会讲 就是很甘愿 有没有 很甘愿 没有 好 那那个 反正你们继续呢 就要受到学生的荼毒 这没办法 好 好 那我们的分享到这边结束 那我今天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们要在最后呢 这个 在这里面呢 应该算有一点重要 但是不是那么重要的 叫颁奖典礼 好不好 好 那我们 邀请我们的曲海员曲老师 来担任我们说师论文优等奖的颁奖人 我们请曲老师先站在这边 好 好 我们欢迎第一位呢 北树方喜恩 获奖的论文是跨越繁离组织扎根运动 谢谢 我们请喜恩在后面稍等一下 对 第二位我们请吴隆 李锦宏 他的得奖论文是当你当你我成为我们 谢谢 据说有那个音乐那不 少了什么 我也觉得少了什么好怪 好我们来欢迎第三位 呃 宋圣君 胡闹 胡闹 好我们再欢迎杨乃珍 好我们再欢迎杨乃珍 接下来欢迎杨乃珍 获奖论文是重访接触带 好我们请曲老师先回座一座一下 在上台上的五个照位再站一下 可以啦 好我们来请王福昌王老师来帮 担任我们下一段的颁奖人 下一段我们要颁奖 颁发硕士论文佳作奖 我们先欢迎江文米库获奖的论文是台湾都市原住民族边缘化下的抵抗研究 原住民族语言权之保障 好谢谢我们请后面的得奖人往前站一步 然后王老师对还有薛老师来来来 王老师你站这边好了 没关系得奖人比较大 站中间 得奖人比较大 站近一点哦 比较身材比较大的要只这一半就好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